胸痛原因非常多,陈大夫不止一次回答过这个问题,既然今天又有人提问,咱们不妨从其他角度来回答一下。 胸痛需要考虑那些因素,才能确诊胸痛的具体病因。 那碰到一个胸痛的病人,我们需要考虑和追问那些要素呢? 1.疼痛部位 疼痛的部位对判断胸痛的性质有很重要的作用。 比如如果疼痛在剑凸下,就需要考虑消化的疾病多一点。 如果疼痛在心前驱,就需要紧记关心病的可能。 而如果疼痛在颈部和肩部,需要考虑骨科疾病的可能。 2.疼痛性质 疼痛是真次一样,需要考虑人精性疼痛,疼痛被压榨痒。 需要考虑关心病,疼痛被撕裂痒。 需要考虑主动卖加层可能。 所以疼痛性质有助于鉴别诊断来医众疾病。 3.疼痛持续时间 疼痛的持续时间,也有助于疾病的诊断。 比如发作作的疼痛,考虑关心病可能性大,而疼痛持续数千,则关心病可能性大的减小。 所以疼痛持续时间,也有助于帮助诊断。 4.疼痛伴随症状 疼痛伴随症状也很重要。 2.伴随反酸烧心,需要考虑消化道疾病。 3.伴随牙疼,则需要考虑软组织损伤伤。 4.伴有炮症的,考虑带状炮症可能等等。 5.疼痛诱发原因 疼痛的诱发因素对鉴别诊断,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5.比如活动后诱发的,考虑关心病可能。 5.饥饿后诱发的,则需要考虑十二指肠飞养等。 5.所以,胸痛,需要考虑诸多因素,以别鉴别是何种疾病,而不是简单胸痛,就能判断中是哪一种疾病。 5.如果你有什么健康疑问,可以关注新健康。 5.我们每天都会把最新,最实用,最看得懂的科普催送给你。 5.你也可以点击本人首页的在线咨询,我可以为您解决更多的健康疑问。 5.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